大家好 有些时候我们有想从视频里面 首先介绍一下 我叫私人战争游戏频道 这是我的网名 然后我在这个视频里面会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字幕转成一个文本 怎么说呢 有时候大家看一个学习类的视频 一个讲座讲课 但是大家不想完整的看下视频 大家只想把里面的文字内容 比如说那些老师 那些讲课 那些说话的人 你想把他的文字很快速的阅读过就而已 不想浪费时间去看到很长的视频的话 那么你就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先把视频中的他的语音转化为字幕 再把字幕转化为一篇文章 这个过程需要两个步骤 需要两个工具 现在当我一一为大家介绍怎么使用 首先第一个 你要实现第一步 就是把一个视频中的语音转化为字幕文件 就是那些你看视频的时候 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字幕 你要把这些字幕提取出来 即使 只有声音就行了 即使没有画面 只要把这个 首先是把这个字幕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 好吧 现在我先展示一下怎么完成第一步 好 你要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剪影 这个叫做剪影的这个软件 大家就收就行了 剪影 这个剪辑软件 然后像现在我屏幕所显示的 就是个剪影的这个软件的界面 大家把要提取那个字幕的那个视频 就是你要你的目标视频 先把它下载下来 不用账户画质 只要有声音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以后 把它拖到剪影里面 拖到以后 你就点击这个文本 点击文本 左边我鼠标这里看见没 我鼠标这里有一个智能字幕 智能字幕你就把它识别 然后把它识别 比如说这个视频 我做了这个视频 已经现在已经识别出来了 这一条条看见没 这一条棕色的这条 就是识别出来的字幕 然后你就导出 把字幕导出来 导出视频 你这选择不用导出视频 这样就很快 导出字幕只有一两秒时间 它识别字幕呢 慢的话一两分钟 快的话几十秒 识别字幕出来后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视频 基本上一分钟之内 你的电脑如果是配置正常的话 普通普通的型号 不用什么显卡 很快的 它是只要是上传 你要上传的云端 你要云端把它解析出来 就是这个剪影这个软件 后面的公司把你服务器 把你解析出来 要再重新发回你的电脑 它很快 不用占用你的什么什么东西了 然后你就保存有联网 然后你就把这个字幕 解析出来以后 再选择导出 这里有导出 我重新放过 这导出 导出以后再选择这个 先把这个视频导出取消掉 不然要很久 而且你不想要视频 对吧 然后你把字幕导出 格式选这个srt 记得 选了这个srt的这个格式 要把它导出 好 我现在已经导出来了 我已经导出了 我就不重复这步了 要导出以后 你会再导出你的目标文本 你就好 方便的话 你就把它直接导出在桌面 从这里选 选择选在桌面 导出到桌面 导出桌面以后呢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把你导出的字幕 转会为一个完整的文本 为什么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 导出一个文本以后 像我现在 我已经把它导出来了 看见没 导出然后是这个样子 你当来是别的样子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 本件你就知道是不是有本件 就行了 点进去看以后 你用记事本打开 用记事本打开 右键 选择 鼠标右键 然后呢 右键打开方式 你选择记事本 把它打开 然后你就得出 整个视频里面 那个音频 就是这个音频 识别出来的所有字幕 这样你就比如把那些课程啊 比如说你这种网课啊 或者网课 或者什么视频造成 或者什么那种讲课的 讲义类的那种视频 你就把它的文字 字幕已经提取出来了 就是说话人 语音的字幕提取出来 文本文稿 就已经提取出来了 提取出来以后 第二步呢 就是把把这个 把这些东西完整的 全部把它转片为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这样可以阅读 因为你看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的数字啊 或者时间符号 是不是很爱也 一段一段的很不好看 是不是 那么就在我现在视频的重点 就是第二步 如何把这个字幕 这个格式 字幕的这个格式 转化为文稿的格式 就是平时我们看的文章的格式 第二步就开始了 你要用那个网站 第二步就是这个网站 网址我会发在评论 简介或者评论 大家点我的视频的简介里面去看 或者直接在这里看 就是这个Github 点进去 国内网络也可以直接用的 不用找代理了 然后点进去以后 选择这个加号 然后 把你刚刚 你识别出来的字幕文件 确定 打开 一秒之内 就出现出来了 就这样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把这些 它会知道把你删掉 你就不用一个删了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很好 为我视频点个赞 帮我视频收藏了 然后你可以分享 就这样 然后这个网站 这个整个过程 我已经向你介绍了 就是 把视频的字幕提取出来 并且把它转化为文章的整个过程 以及所有用到的工具 和相关的流程 我已经全部介绍了 就是这样 这里是私人战争游戏频道 我很久没玩游戏了 我想玩的时候没办法 就是这样吧 我难得更是视频 你难得找到一个素材 就这样吧 再见 再见